對於這個藤井 跑到台灣來親問打 他有說認和一句話嗎 但蔡英文總統對於 這個慰安婦的身影 也不是第一次 蔡英文總統 他從2000年當陸委會主委 2004年擔任不分區的立委 2006年擔任行政院的副院長 他從來對慰安婦 沒有講過任何一句話 有啦 我們2016年 一直到2015年 就是我要講的 他在競選總統期間 在2015年8月14號 是國際慰安婦紀念日 在8月11號的時候 有一部就是剛才 儒偉之歌 儒偉之歌 他要首映 首映的時候 蔡英文還沒有去看 那那幾天發生一件什麼事 就是反克綱的學生 他告訴大家說 這個慰安婦是志願的 大家把這個矛頭指向 反克綱學生 是由某些特定團體的人 來操作 蔡英文跑出來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說這位 儒偉之歌的電影 非常的感人 非常的好看 完全的敘述了 慰安婦 這個真實的狀況 他說 這是轉型正義的開始 這是2015年 當蔡英文總統 還沒有選上總統的時候 他去推薦了這一部電影 儒偉之歌 他是在敘述 他在敘述六位慰安婦的阿嬤 他整個的療傷的一個過程 非常的感人 為什麼叫儒偉 因為儒偉是 你把他押傷了 但他不會折斷 他會很堅強地繼續活下去 這是當時這些慰安婦 他在二次大戰到現在已經經過了50年 但是我現在是看不到 看現在就好 現在執政黨 你到底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他已經過來 不只當時侮辱了這一些 強迫侮辱的這些慰安婦 到現在還要再回來羞辱 他還要再踹他一腳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到底講了什麼話